假面饭店 东京都内发生三起杀人事件 从所有案发现场都留有名样数字来判断 这是起预告连续杀人事件 而警方也朝此方向展开侦查 刑警新田浩介从数字中解读出下次犯案地点 线索指向东京科迪西亚饭店 决定潜入饭店展开卧底搜查 饭店也派出最优秀的柜台人员 山岸上美担任新田的指导员 面对真面目不明的住客接连出现 新田主张逮捕凶手为第一优先 身为饭店人员的上美 坚持客人的安全为第一优先 两人的立场互不相容 但是搜查进行一段时间后 他们开始理解双方身为专业人士的价值观 彼此之间一蒙生奇妙的信赖关系 就在此时案件有了重大的进展 败着假灭的凶手 真面目究竟为何 マスカレードホテ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